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歡迎回到影子的遊戲空間 我是影子 今天神域招換出了一隻新的降臨 就是這隻角色 水以姬梅洛 這隻角色的降臨呢 非常的簡單 所以我今天就是要來介紹一下這隻降臨 至於我是說介紹並不是攻略 因為呢 我覺得這個降臨實在太簡單了 幾乎我不需要教大家怎麼打 大家應該都可以打得過 所以我就變成算是介紹吧 那以往的降臨我都會說是攻略 但今天真的就只是介紹 因為非常非常的簡單 而且只開到五星 所以幾乎所有新手應該都可以打得過 那打這個降臨呢 主要就是為了拿這隻角色 還有拿一把水杖 那水杖呢 是中牌使用的 我等一下會給大家看一下 先介紹一下這隻角色好了 這隻角色是可以覺醒的 有一點跟其他角色不一樣的是 他並沒有任何的立場抗性 在日版也是一樣的 那以後會不會出不一定 現在是這隻角色是唯一一隻沒有任何被動抗性的 那這隻角色呢 他技能還不錯 打降臨還蠻好用的 因為他是給予敵方全體威力 160%的水屬性魔法攻擊 還不錯 因為打降臨有時候 可能那個降臨全部都是怕水屬性攻擊的時候呢 用這隻就可以 打全體 連水晶都可以全部打得到 那另外這隻角色還可以覺醒 所以 還蠻厲害的 他的覺醒技能呢 我這邊看不到 不過我開一下網站給大家看 他的覺醒技能我先改回日文 覺醒的被動 就是自己的血加15% 魔法防禦力加15% 魔法攻擊力加15% 迴避加15% 還有最特別的就是 他會讓我方的全體 水屬性攻擊力增加20% 只有水屬性攻擊才算喔 其他屬性攻擊都不算 而且是永久的 所以專門打降臨用的這隻角色 大家還是要拿一下 因為還蠻好拿的 那他要求的 這個 寶石其實就是 冰狼 然後 海飛 跟 人魚 這三個降臨所需要的 覺醒石頭 這個都還蠻好打的啦 那下面就是 要打 喔這一個 他本身的覺醒石的話呢 是可以打這個降臨就可以一直拿到小碎片 可以合成 那我們現在就打一下降臨給大家看好了 其實非常簡單 他這隻角色呢 因為 抗性 除了水抗性其他都不是很高 所以 老實說只要 不要帶水攻擊的屬性裝備就OK 其他屬性都是可以的 那我打這隻的 角色呢 說不上是最強啦 不過也不錯了我現在這一隊 我是用 明日香 主要是挑 物理攻擊 然後挑 有覺醒的為主啦 明日香 裝備 因為第一件他這個也會降低 BOSS的防禦力 所以還不錯 給大家看一下裝備 然後 黑天呢我覺得打這隻降臨也非常好用 我主要都是不怎麼 不怎麼理水晶啊 黑天主要用途就是全部 攻擊會打在BOSS身上 他的真假專武也是 所以有一隻角色 是拿回旋鏢的 他的技能三下目屬性攻擊 會打在BOSS身上 那隻角色我沒有 但是那些角色打這個 人魚關卡也是非常不錯的 再來 飛蘭呢 他主要是 我居然沒裝他的 實裝欸 主要是他這個實裝可以幫大家加速啦 我居然沒裝 我現在在發洩 我一直以為我有裝 然後 這個裝第二個 這個加速會讓速度更快 那 光蟲呢 我這邊有帶 但是我建議大家 如果沒有前面這兩把杖的話 其實就不用帶了 我帶光蟲的原因是為了幫助 藍子清掉旁邊的水晶 因為藍子的裝備破防 他是隨機的 所以 當水晶全部清掉之後 只剩BOSS一個的時候呢 這個破防才確保會打在BOSS身上 那我的光蟲的用途就是為了清水晶用 因為炎帝石杖啊 還有這個樹王之杖 全部都是目屬性攻擊 然後打全體 所以 可以比較快的把水晶全部清掉 所以我才會帶光蟲 不然一般是我不太需要帶光蟲 然後再來就是藍子 藍子是破防用的 那我們現在就來打打看吧 實在是幾乎沒有什麼難度啦 因為他只開到五星 所以很簡單 就算我打這個 打多人的 都大概在一分鐘多一點點就可以打得完 所以其實很快 所以這個降臨真的就算是介紹而已 我真的不需要教大家怎麼去打 反正就不要帶水屬性的攻擊裝備 其他屬性全部都可以 那如果有木屬性就先帶木屬性啦 木屬性優先 沒有的話呢 其他屬性都OK 所以除了水屬性就好 哦 又有人加入了 最近我在錄的時候都會有人加入 還不錯 謝謝你的加入啊 尼歐 其實打得非常的快 那角色有很多很多都很好用 並不一定要帶我這一隊啦 幾乎所有角色都可以上 除了水屬性的角色不能上 其他都可以上 然後就是準備一兩隻破防 破防的角色或裝備 這樣打資質就很快 那打完的時候就可以得到他的金石 那如果有那個 暗光雙槍那隻角色 或者是這一次新之慶典出的新角色 我等一下會介紹給大家 如果有這兩隻角色的話 那個金石掉落量會增加一倍 那還可以打到這個箱子 這個箱子就可以開到我剛剛要介紹的這把杖 這把杖呢 是給你附近的敵人兩名威力 140% 那5級的時候好像是160吧 應該是160 所以屬性魔法攻擊 不知道是160還是180我不太確定 大家可以去網路上看一下 不過 這把杖我覺得可能 升個一兩把到五星就好 因為不是非常強 在PEP幾乎是沒有用 幾乎是沒有用 除非你要去 確定專挑哪一隻打 剛好是水屬性抗性很低的 這把杖才有用 不過一般是用不太到 因為他沒有任何的空場 然後也沒有增加自己的任何屬性 所以 這把杖還好囉 就打打降臨應該還蠻好用的 除了降臨之外 就 其實用不太到啦 所以 剩一兩把我覺得就夠了 再來就是這一次的新之慶典啊 多出了這隻角色 但是要注意這隻角色呢 並不是新之慶典專有的 所以就像那個 光暗雙槍那隻角色一樣 他是 就是在很多個 抽池 都可能會出現 就是他可能在 英雄慶典也會出現 新之慶典也會出現 然後什麼 五星慶典也會出現 那種就是比較特殊一點的角色 平常抽不到的 但是他會在 很多很多的召喚池裡面出現的角色 所以他不是新之慶典限定喔 這個大家知道一下 跟大家說一下 這隻角色我覺得 好像專門打這隻獎典用的 他的技能是 給予附近的敵人兩名威力 200%的目屬性物理攻擊 加烙印三回合 無視護盾 對人類的傷害提升50% 烙印對人類有效 所以是專門打人類的 在競技場呢 偶爾可以用得到 如果敵人剛好 前面一兩隻是 人類的話 這隻才有用 如果不是人類就沒有用 所以用處也是有限 不一定要 不一定要抽這隻 我覺得大家不用急著去抽 那有抽到當然是更好 還有一個特別的被動 是增加自己的物理攻擊力 只有自己而已 那為了確保大家知道 我剛剛說的 光暗雙槍是哪一隻 其實就是這一隻 因為我沒有抽到一隻角色 所以我不知道他名字叫什麼 他這邊好像也沒寫 不過頭像就是這一個啦 那另外一隻可以加倍獎勵的呢 就是剛剛介紹的 星之慶典 這一次星之慶典出的新角色 但他不是星之慶典限定 因為這邊有寫 我這邊有看到 這邊有寫 新追加角色 雖非限定角色 但只會出現在特定的召喚裡面 所以就像我剛剛說的 他不是星之慶典角色 所以他會出現在很多很多其他的 詞裡面 但是一般的詞是出不了的這樣子 那我們這集就到這邊告一段囉 如果覺得我的影片有幫助到你的話 請幫我按一個讚囉 謝謝各位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大家再見 掰掰